反核式不同意重啟 核式重啟 但安全上一定有很大的疑慮 那我們在地民眾都非常的擔心 那台灣的那個地震又非常頻繁 那我們堅決反對 香港福島是30公里撤掉 美國的規定是80公里內要撤離 那現在政府如果告訴說 30公里內要撤離 我們這個地方為你差自己幾公里 你要撤還不撤 撤的話那就是多少萬人大撤退 那不是撤退啊 那是逃難 再來你看喔 如果這個時候 東北季風盛行的時候 這個輻射外洩的話 它從共僚那邊最遠到平東三地門 基本上我們就是滅倒了 所以我們不能承擔 任何一次的河門外洩的貢獻 這邊公道啊 第一個案就是 核式案在國庭內 核式案是1999年三月份 今年已經二十一年前當初了 各位 現在政府是有規定喔 油南車超過十二年是不能再載人家 核式唱二十二年了 我們就是台灣人民安全跟土地安全的核市場 我們要緊張要緊張 你說對不對 對 對 核式唱了 如果國庭來 台灣絕對會害 十二月十八 我們一定要出來投票 核市場 我們絕對不堪核國庭內 到無統一票好嗎 海軍 我們到達立場 在場 德跟國庭內 改選 谢谢观看